研究设计大纲包含了研究动机,找寻相关资料,设计构想,制作与实验,以及完成设计 研究动机是因为从小有一位组员是住在外公外婆家,而他们是在彰化种植葡萄的 每到国历的2月左右就要做休脂减牙以及催牙的工作 休脂减牙和催牙是非常麻烦的,要一边减牙一边点药 所以我们团队决定从这方面能不能节省一些时间 市面上相关的产品有花衣剪刀、手工具以及喷药桶 设计构想,设计一把花衣剪刀,利用马达的作动 将药桶里的药送至喷头,在剪下时能将肢牙断面上点上药 1.控制药剂的量 2.如何将药桶的药剂送至喷头 3.管线的安置以及符合人体工学的舒适度 加工过程包含了洗床加工、工上螺纹、组装配合 药管装置以及喷药针管的装设 改良与设计 1.改良刀口的闭合度 原先我们使用了固定套桶以及市面上的夹压头 加装在剪刀的两侧,剪下时能将药桶里的药抽至喷头 但是固定套桶的长度太长,使剪刀无法完全闭合 所以我们使用了抽水马达以及马达的感应器加装在剪刀的两侧 剪下时使马达作动,能抽取药桶里的药 2.控制药剂的喷出量,利用抽水马达将药桶内的药剂送至药管 使用调节阀控制药剂的输出量 3.收药设计,在刀口下方放置一块工型容器 当点药时,可将多余的药剂接收并送回药桶内,以免浪费药剂 结论与心得 1.设计与制造加工间的可行性 2.基本基建原理的运用 3.基建与机构组合的关联性 实验之后,我们发现比预期的还要顺利 不仅能节省工时,还能增加工作效率 希望此研究能对未来有所帮助 我们这一组是研究有关于自动点药器的设计 我们使用了运动水壶,加装上了水管 这是底部的设施,使用了马达以及电池 再连接到了花翼剪刀,并且在瓶身加装上控制阀 可以控制药剂的出药量 可以将水壶放置在腰间或是鼻带上 控制阀的操作 对不起,接着 三十碗 一戏 三十碗 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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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